欢迎回来 自称是性爱视频主角之一的原产业部副部长前高级机要秘书哈兹阿兹 以及被指策划拍摄性爱视频的公正党披露州主席法哈斯 今天严扣期满后获警方口头保释 他们今天下午3点40分先后离开金马景区 现场有超过50名法哈斯的支持者 举起大字报和高喊口号声援他 当他们第一次拒绝我 拒绝我拒绝我 是否需要吗?他们只能拒绝我 没有报告的公司被拒绝我 在第一次 我不是 在任何方式我看不像阿兹阿里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拒绝我拒绝我 然后我只能拒绝我 但反正他们拒绝我 像一些犯罪人 像一个低级的侵犯人 然后他们拒绝我最坏的麻烦 法哈斯也是公正党全国主席 纳都斯利·安华的政治秘书 他强调自己没有涉及策划性爱短片 他认为这是一场针对安华的阴谋 因此他敦促全国警察总长 纳都斯利·阿都哈密 逮捕被指涉及性爱短片的 经济事务部部长纳都斯利·阿兹敏